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的这一集的第27集的MIHK十周年纪念特辑 舌对空虚网台血泪史 这么快这一季就行了一大半了 很多的题目我想说都有掩饰到 当然了这么多年当中发生过的一些事 经历过的一些处境 又或者可能有些网友就会想知道 为什么当时一些决策的来龙去脉会是怎样呢 什么的基础之下你要做一个决策 是要做一些活动 有一些政策 或者是怎样去推广你的节目 或者是对一些人事上面的处理 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大家看过《十年纪律史》都说 可以跟老王在一个节目里面 了解多一些你过往的一些经历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原来经营一盘的生意 是真的这么困难的 而且因为有这么多的麻烦 是要解决的 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作为一个老板 又或者是做一个创业者 又或者是做一个财力不够 资源缺乏 又或者是你自己整体的班底 又不是这么多人力物力 这么丰富的一个时候 其实你每一天去学习 去玩这一盘的生意 不是在那里数钱 不是在那里看到一些 你每一天都有一个心理准备 是怎样去解决问题 每一天麻烦都会天天都多 而且每一天接触了很多 不同程度上的一些难题 而可以继续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机会 或者你有信心 或者你的志愿 想计划你自己开一盘 属于自己的生意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你每一天迎接的就是麻烦 你每一天迎接的就是问题 而你就是唯一一个人 去单独 孤独去面对这些问题 没有人给你答案 没有人会帮你决定 永远那个键 yes or no 去还是不去 按那个键的决策 永远都是你 到最后 按正确的 大家当然就是 老闆太好了 老闆太好了 到最后 按错键的 你就要独自承担 所有这些问题 因为你做错决策 又或者你做这个决策 进行一种的一种的推广 是刚好时机 并不是那么对你的时候 而遇到更加多 接种而来的一些难题 当然了 问题天天都多 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个也是真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面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随时 你都可能会觉得 压力很大 很烦 好不可以不要厚我 吃饭的时候 吵他 不要厚我 年初二的时候 公司漏水 不要在这个时候 你们骂半变 不要在我头云生气的时候 或者我刚刚出完 直播回来的时候 你要跟我说在这儿扭脑 不要半夜三间 发个短信给我 你和你的八档佬 顶不顶了 不要跟我说 老闆出牌 今个月来没钱剩 你打算怎么样 下个月又要见红了 是不是要绸其跑山 但是当然了 你自己也是要 借助这些危机 有危有机 转为自己一些的机遇 总之 是一个很有趣 很惊险 很令你压力大 腎上线高 经营一盘的生意 就好像坐这个Rollercoaster 有up 又有down 非常刺激 过瘾 但是分分钟 也会出轨 炒一个 勁抽的一个 变铃碰碰碰碰 你如果再不死 恭喜你 就上车继续走过 如果你炒完一锅 车位人亡之后 小心怕怕 打工 又或者一沉 就起不了身 亦有见过很多老闆 有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跟我说 老族 阿罗 你是不是昂糕的 你以前 有一个盘 这么好的 廣告从业园 工种 让你做 又不是做得差 一些中高层的位置 排队上 只要你正正经经的 上面的大佬 死得七七八八 总会有机会你上去 如此类推 身高厚积 高薪厚积 为何你会离开呢 我当然不习惯 让别人决定 我要怎样去走 我自己要拿一桩 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还有 拿苦离生 坦白说 我每一天上班的时候 都是帮客户 帮公司去解决问题 习以为常之后 当然自己去试一下自己的斤梁 可不可以解决到一些问题 所以 在那个时刻里面 就是准准弱事 但是 我也可以和大家 去分享的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都要看时机 譬如今时今日 这个香港 我当然 作为一个有负责任的 又或者很关心我们网友的 时事评论也好 KOL也好 意见领袖 YouTuber什么都好 朋友也好 我就真的劝大家 在这个时刻里面 真的 就好像赌钱一样 赢要谷 输要缩 你就不语我的时候 休养生息 是吗 Sch136 Sue 摆摆頭靓 看看Netflix的电影 小心 acquiring 陪下孩子�js 陪他们赢高 陪他们去见 project 上去兴趣班 未� cáll不可是一件好之的 曾在病淡的日纸里面 还要跟家人真正的一个关系 smoke 找一盆生意 你会面对很多问题 如果你会傷失 질문 很多的私人時間 心不由己 同時之間你也要體諒你的家人 因為家人會覺得你整天都擺心 做你的工作 做你的生意 但你不做 就沒有人跟你做 而最嚴重的情況就是 你一不努力 走慢一點 推動那個齒輪 那個機器不向前 有什麼頭暈申請 不是到你收不到人工一筆紙 你還要賺錢出來 出糧給那些伙計的時候 那種的壓力 真是滴汗 所以除了你好像老奧那樣 好犯賤 是不是 嚴命長 又或者嚴錢多 我真的奉勸大家 心血少一點的 經歷不了那些Roller Coaster的Up and Down 都不要輕然做一個老闆 因為未必每個都適合做 而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一間公司如果捱夠了十年 真的那一百間公司裏面 佔的這個百分比 其實真的不多 甚至沒有 捱過頭五年的這些公司 其實都是很少的 所以大家除了聽了這麼久的 這個十年血淚史 你就知道 溫一盆的生意 你有前瞻性 也有創意 也有排除萬難 遇神殺神 遇佛殺佛的這個氣魄 也不怕跟別人確認 面對問題的時候不可以退縮 當然也有一件事就是要搶人才 你的生意不是靠你自己一個人去做 你當然是為了很多伙伴 有很多拍檔 幫你一齊去打拼 一起去做好你心目之中的旺角 或者你的版圖 做好你自己的一個行業 令到你的公司 令到你的標誌 令到你的標誌 哇 大家閃了這個光芒出來 大家一看到你的標誌 或者身為你公司裏面的一份子 紫有榮 侮辱 達得朵 你是一間公司的人 享得朵 你是MHK的一份子 大家都感覺到 與有榮然 那就是最重要 是不是這樣說 一直以來我都很希望 朝著這個方向去邁進 一直以來我都很希望 做好公司 做好台 找到一班好的朋友一起合作 現在的規模就縮小了 外於政治的問題 社會上的一些變化 很多的路友記都散了 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角落 但是很幸運的 就是靠一個互聯網 將我們連回一起 繼續轉了一個跑道 跟大家分享我們一些看法 製造多一些娛樂 以及製造多一些不同的分析 一些節目 高質素的資訊性的 一些娛樂的節目 給大家去分享 當然如果你問我 以前全盛時期的時候 一個地方又大又多廠房 又有很多不同的老友 一起去合作 當然也有一些前輩來幫忙 例如我今集也要去講講 我怎樣去找到沈大哥 去幫忙做這個西城說事 當然也有網台界 其實我覺得是他表現得非常好的朋友 例如阿亨李 我怎樣可以找到阿亨李 和沈大哥來助拳去幫拖呢 這集我希望可以跟大家說說 當時又為何找了兩位的仁兄 加盟我們MIHK 就是幫大家做一些好的節目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不在蕭若元的迷茫 裡面去逐租的地方去逐租 當然我不想像他們那樣迷茫茫 是不是我自己的主見 但你一天沒有自己的根據地 一天沒有自己的據點 一天沒有自己的廠房 沒有所有的網絡 後面的支持 其實你就是很不自在 他一天說不租給你 又或者突然之間他又說要加租 其實個人就很被動 你就很靠他 你怎知道 老蕭那時候對著這盤東西 根本就不是當一盤生意去做 他就當他自己是一個玩具 喜歡怎樣又怎樣 不喜歡怎樣又怎樣 他又不是要看錢去做 當然啦 就沒有想要吃死他 你說要吃死他 當然他就不肯 所以他最主要的 就是一個平台 可以讓他曝光 讓他可以大佬好東西 每個人看到他就蕭先生好東西 他就更開心 所以在他玩這盤網台的時候 他就我自己覺得 很平心而論 旁邊有很多很聰明的人 他沒有很善用 同時之間 因為他主要的一個台 一定要沒有人可以聰明 沒有人可以聰明 沒有人可以聰明 沒有人的收視 沒有人可以聰明 所以他所有的資源 一定會給他自己 同時之間 亦都沒有想過要開發其他一些聰明的人 在網台裏面 佔一把席位 或者是分享 他在網台裏面的一些成功的Factor 我跟他的看法是很不同的 當然他一盤生意 孤寒財主 獨家村 人衰稀臭 沒有人鬥的 這個全家產 他當然就覺得 教章徒弟就會沒有師傅 又或者是 奉紅過一兩個人出來的時候 這些傢伙很難去控制 或者很難去 manage 到他們 哇 經常跟你分身家 待會就會出酒 你看他拍的戲 他投資的戲 只是紅過片 就不會紅過人 你見蕭若元在他的公司 或者蕭定一旗下的電影公司裡面 有哪一個所謂的藝員 是彈得起 有光芒 是升級 到現在大家說得上口 一 二 三 跟蕭若元搶食 就拍過戲 你記得誰的演員呢 三 二 一 大家都記不住了 對不對 所以他根本的心腸 就是不會在他身上 旁邊有人會令到他 shine 或者 form 光芒萬象 但是他要製造一件產品 拿一件產品去賣東西 就是這個 很清楚他這一種的打法 但是我自己知道 如果要做大一個網台的餅 做到一個更加多的一些節目 當然不會是一人獨大的一個台 或者一個人就等於一個channel 那我很希望可以在這個台裡面 又有這位朋友 就是論正 又有這位去做攀任 又有一個可以做一下食評 又有一個可以做一下色情 有些女生出來做一些女性節目 又有老人家出來懷面 就是在口述歷史 在我心裡就是 很希望有不同的節目 都很受歡迎 創造一些不同的program 然後由不同的主持人去打色 大家都有各自的fans 而我 eventually 可以一會兒在幕後裏面 想想一些東西 製作節目 做監製 找人手 發掘人才 自己不用做那麼多幕前的事情 當然對比起現在的 很大的可能性 就已經是 惡如你現在一人單天頂至尊 就一個人做了一個MHK 但是現在的打法就是 我希望 我在這裡 扔著一些不同的朋友 一起去做 為什麼呢 到最後我不是一個大台 我不是有那麼多很厲害的監製 如果我不是 落手落腳 去監製一個節目 幫他想起一個synopsis 找招 各方面的東西 而 只是交給這個program的主持人 他們自己去行車 而他自己去做 很大的possibility 你想到一個很好的idee 但是到最後都會回覆他 譬如有些example 譬如愛上殺手 這個節目 我覺得如果你找到適當的主持人 又或者 他們自己會 改進自己的presentation skill 講故事的技術 有監製去接住他們 有監製幫他找廟 有監製幫他分斷 這些事情怎樣去做 其實這個節目效果就很好 按上殺手 不是說他們做的人是差的 始終我都是希望做一個節目出來 給一些新進的指示人 去試一下去做一下 可不可以做好一點 以戰仰戰 一邊做一邊改進 一邊做一邊進步 但是我們都沒有能力 就是很 下手下腳 捉住他們手腳腳 令到他們進步 所以可以有時間 就有一個好的節目之後 但是有一個好的idee 但是始終 可能能力的範圍 talent的一個 limitation 缺乏 separation 少了監製的一個打點 少了其他製作上的一些支援 很好的idee 就會出事 變成會浪費了一些好的點子 所以找到一些節目的主持人 不用擺那麼多心機 而一個好的idee 是他自己曉行了就 成功的個案不是沒有 不過是少一點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我唯有就是 我扔著一些不同的拍檔 跟他們一起做 變成我又可以監控著 每個節目的quality 不會走得掉 亦都不怕 那個節目就是 突然之間 掉了去東 或者掉了去西 又或者突然之間 那個節目就淪為了 一些節目主持人裏面 派花生 互相 就是鬧一些 其他大家 有私怨的一些的老友 變成了就會 將那個節目 distract 了 以及失去了本初的懸疑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的做法就是 唯有我做了 每一個節目的監製 扔著每一個拍檔的節目主持人 每個方向 我就一定是 driver seat 或者做中場指揮官 給他們一個機會 射球 給他們一個機會發揮 所以就打得更加辛苦 跟之前那一支 開很多不同的節目 讓他們自由發揮 但是在節目上 至少在質素上 就沒有那麼好 如果你要我回顧這麼久 我就會覺得 我覺得我的想法是沒錯的 要開很多不同類型的節目 很多不同的 種類的節目 但是 因為我需要一件事 我沒有一個節目的 整體的監製 可以找人幫我分擔一些 或者是他們很 talent 的人 可以介紹這些節目主持人 向哪一個方向去 每一集都有一些 足夠的資料搜集的支持 令到節目主持人 可以重視在他們的表演 改進他們的講故事技巧 改進他們做節目主持人的風格 我想這就是 令到有很多節目 雖然開頭的概念 概念很好 但是 execuration 強差人意 無法掌握到大家的 attention 是很壞的 網上台裏面 你要爆一個節目出來 令到 大家 就是很喜歡的 除了有足夠的製作 或者是整體的 topic 會很吸引 不多不少 如果有些很不知名 或者是剛剛初出道的 要走出來做 要成功 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件事 都要講一講 我為何要找亨利和沈大哥 眾所勾之 其實我挺老土蕭若元 自從趙善軒 老屈我刑事恐嚇事件之後 你看得到老蕭在幕後操盤 以及在整件事裡 又將那些計劃 又將所有的證據 全部交給警察 拜託名配合警方 即是 挫我 那些情況出來 當然我就 不要說 此仇不報非君子 但是 我亦都是一個人 我也有一個私心 我亦都會有一個假想敵 要將這個老蕭 就是鬥鬥他 人不玩拖 就是被你按住打 當然就不要了 老蕭有幾件事都挺針對我的 第一 就是當時我們離開了那時候 除了他在背後 即是給警察所有資料 將一些計劃 給他們做證據 讓警察可以下責 告我刑事恐嚇 這件事 而當我一離開了 這個迷網 他當然要找歷蘇 和林宇洋去抓旗 做一些很類似的 program 就是希望打我們MHK 當然他們就是 以為用女 就可以attract到很多人 講一些色情 或者講一些兩性之間的一些話題 夠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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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吸引到很多人 其實他們就忽略了 在這幾年裡 我從2014、15年 那個時期 2013年 2012年的時間 我其實摸到 很多網友 心裡需要的東西 你長期靠一些女 去掌握 靠一些女 去穿短裙 動腳 靠叉腳 吸引那些男人去看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你吸了一些客人 其實質素很低 而這些客人 會不會付錢呢 我真的有一個很大的 詢問 更加何況 我真的不想得罪一些女生的節目主持人 我見到他們成功成功過的 網台女主持人 真的不多 所以你會講不到 一些另外一些深一點的 topic 或者一些比較 in-depth一點 內容 再更多元化的 他們也是很難的 因為你叫他們看書 看資料 寄東西 不如你叫他們 來一場24小時 床上馬拉松 性愛可能會更容易 很難搞 所以你叫他們 給他們一些資料去看 令到他們記住 浪浪上口 因為他們不需要用這種努力 他加入一個網台界也好 演藝界也好 其實是他的知識 可能他的美女 他們的外貌 他們的身形 如果你叫他用腦 或者是要寄東西 或者是一些很獨特的演說技巧 其實對他來說 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我動一隻腳 有人看 或者是我快的裝 最低胸的衣服 已經搞定吃碗麵了 不是我的技巧 你走這條路就錯了 所以當時 老蕭見到我們走出去 開了一個新台 他就想著用回我們 以前的低俗頻道 其中一個元素 就是找很多女 說一些色情 說一些性愛上的事情 給女人 癢癢癢癢 然後就想著 可以對我們構成很大的收視威脅 其實他真的錯了 他也太忽略了 網盟的選擇節目 看的選擇性 所以我當時就決定 要想更多元化 或者刺激市場 做一些不同類型的節目出來 然後令到更多人 開闊他們的視野 不要只顧著我們以為 我們只是有星期五母女 這一種的 這一種的 Sex talk 這一種的節目 我們不只得 這個論證 我們做很多元化的事情 譬如我們可以找 北尘南 Kenneth 教別人怎樣去打拳 我們可能有攀任的 這個節目 我們可以有鬼故 有這個奇案 有一些保育的節目 有不同論證的 年輕的老友記 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派別 去講一些不同的 社會上的問題 這樣就開闊了 我們這個 Perspectrum 所以 老蕭就以為 拿一個這樣的 什麼五個一夜情 或者什麼 或者什麼名字 就可以玩到我們的時候 到最後他就唯有 全軍盡默 因為當你要自負盈規 你要計一計 你這麼多人 要出這個居馬費 你又要這樣 那樣集費 加起來 你靠一些網友的 打賞 或者是訂閱的 這個錢 浪不浪到 做了一段的時間 一買單 計算 當然是搞不定 更加何況 林宇揚也是一個 不懂得去創造 創造 的人 亦都想不到一些 新想法 他自己又不是一個 很有助力 很有魅力的 一個節目主持人 當他自己躲在電台裡 打飛機播放 當然有人看 但見到他閣下的專用 做這個網台主持的時候 就缺乏了這個 charisma 和吸引力 一定是不行的 所以 老蕭在這方面 以為用這種政策 可以對抗我們當時 MIHK 出來 起鬧的 做法 就是失敗了 這些都是後話 當然 事實證明 老蕭 只懂得搞他自己的節目 但如果你要他搞其他 多月零零的 類型的節目 絕對不是他一個擅長的地方 所以他就躲在那裡讀新聞 讀稿 就算了 所以 自此之後 你就會看到 一個迷迷 開始走下坡 而老蕭烈 都沒有心機 去開拓一些 新類型的節目 他唯有 會做他自己的 燒也吹亂 那些節目 逍遙溝遊 自己做回自己的事情 我忘了他做什麼 沒有聽 我爸爸聽的 當時他身邊還有人 例如我很想認識的林康正 林康正很勤奮 林康正也是 有很多的節目 在論證方面 他自己有很多的意見 很活躍 也有很多的粉絲 其實我另一個很想認識的 當然就是亨利 亨利最輸蝕 就是他的外形 其實他是很能言善變的 如果他是一個電台的節目 大家就會覺得他 是一個很厲害的電台節目主持人 但去到網台的時候 真的抱歉 你的樣子如何 你的外表如何 你的心事也張如何 這是一個很大的其中一個元素 亨利又不是樣子 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因為有肥仔 一個 頭髮就不是很多 但不是說 癌癌癌癌癌 現在你對比還有很多人 很癌癌 但是 就不知為什麼 就很缺乏一個觀眾緣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亨利 在論證 資料搜集 資訊 各方面的東西 是絕對不差的 甚至沒有好過很多好的人 但是 如果他對比起老蕭來講 甚至沒有 我覺得老蕭的資料 看東西的眼光 分析 判斷 是 走走開 你一段時間還未到 亨利的一個水平 但是 就不知為什麼 就是 總是缺乏了 阿塔哥 總是缺乏了一些觀眾緣 無論我 即是開什麼的節目 即是 亨利爆出來的那個收視 總是差一點點 即是 不是去到幾萬人 或者萬幾人一集 這樣的一個 對我來說 去到今時今日 我始終是一個 不解之迷 因為他能言善變 說話清晰流利 思路敏銳 分析能力高強 招手集夠齊全 其實基本上 你有齊了一個 時事評論員 甚至沒有 即是我有時 都覺得我自己自愧不如 即是 相比他這些 他讀的書 我都是半途出家 其實我真的不想 做一個時事評論員 說真的 老老實實 如果不是2019年 爆了這件事出來 我都根本就 不會落水落這件事 做時事評論 由頭到尾 大家可以看 老老屋的 跟開我這麼多年 我都是喜歡 風花雪月 飲飲食食 探阿險 旅遊 鬼谷 奇案 這些是我的專長 這件事的 毛利頭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躺了一些 藏到運水 做了時事評論 是吧 雙差共產黨 屌刺這個 香港政府 現在23條之後 回來香港 都可能是 是吧 那我這些毛利頭 都沒有辦法 都走下去 幫大家發聲 幫大家舒緩 大家的心理狀況 幫大家去 解決心裏面 這些屈結 但如果是正經去評論一件事 去看一件事的 不同的角度 透支度 蚊尼絕對 比很多人厲害 甚至他的啤梨更加 現在 因為啤梨也不用力 不用工 只顧著賣東西 連他最擅長的 發洩式時事評論 都已經是 回頭了 大家看到他 就是講色情 做一些 暗糕的事情 博收拾 已經不是以前的啤梨 但阿塔哥 我真的在這方面 我覺得他始終是一個 很欣賞 這一位的人才 當時他就是在 老蕭裏面 坐開下巴 就是傍著老蕭的位置 當林康正 我叫了他過來 幫忙做蚊尼漫步的時候 我當然叫林康正 想想 可不可以叫亨利過來 他們有一個節目 叫做 《迪戀獄輪行》 之前他們有一個節目 叫做《破地獄》 在這個謎米的時候做 但我當然想他們 可以過來這邊 坐開麥克風 除了我真的欣賞 亨利的才華之外 我覺得另外有一件事 當然是叫狗走 你老蕭蕭若元 那些聰明 你又不想重視他 你又沒有好好地栽培他 讓他獨當一面 去做一個節目 又不給他機會 只是在你旁邊做 叫做YESMAN 扮蝦巴 亨利 他自裁奧脈 你說亨利的小朋友 他不高傲嗎 肯定會高傲 亨利滿廟狗 你暗狗的人 肯定會 所以 你 將亨利長期擺 這些下把位 行不行 當然不行 那你只可以養些愚妃 叫你老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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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可以看這種事情 所以找到林鄉政 普喬達老 就很想認識阿亨利 希望亨利過來幫忙 所以在2016年之後 其實阿亨利都加盟了我們 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實不相瞞 你要找到阿亨利幫忙 其實兩項目 第一 要足夠的居馬費給他 一個offer的居馬費 是全網台街 都不會給得到他的 只有老蕭 那多少錢就不要說 但是一定是 沒有可能 啤梨給不想到他 老蕭不會給他 教主出不了這份量給他 只有我老蕭可以給到他 D100都不會給到他 更加何況他不會喜歡 那些一百塊的雜條 尤其是 這局的泛民底的 和平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的居馬 所以 當時 其實阿亨利也可以 自己去開台 當然我們都會了解到 阿亨利也看那個 Renumination 他要知道別人要上色 他一定要跟Renumination 要掛偶 我一定要怎樣辛苦都好 我都要撲到那個水 開到這局的居馬費 讓阿亨利可以做到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我從不過問 阿亨利說不急 阿亨利要吊哪個 吊本土 吊哪個 黃毓民 吊劉慧卿 吊泛民 吊哪個 我是不會過問 OK 你總之不要吊我就可以 哈哈 哈哈 那他都不會的 是不是 吊共產黨 吊不忍賊 都沒有問題 OK 你不要吊我就可以 總之 阿亨利在這個節目裡面 所有的言論 我不會控制 不會理 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會自動波的人 我知道他是一個自己會做好的自己本分 他做足了他自己的這個 preparation 總之他對他自己有要求 對他自己的節目有 demand 每對他的觀眾裡面的對他的follow支持 他會有一個責任回饋給他的觀眾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出夠糧 不要管他 任他自由發揮 給他支援 啪把聲這樣去 但是很奈何 我始終到現在這個不介之謎 就是始終在我們的台裡面的時候 那個收視 又或者那個kick view 不是最top lodge的一個情況 不知道是不是人家不喜歡他 像摩人報歐的善良版本的外貌 就是一個劇場的聲音 我們始終解釋不了 我曾經跟阿亨利一段時間 我就不知道他怎樣生氣 他的脾氣很古怪 我想是有一次 我的operator 可能是無法送付 一個standard 合乎阿亨利的需要 我過了期 那些operator 就很想笨疾 做一些按鈕事 當時還不是阿俊 去真正正整頓好 整個 同事的後期 那些operation 那些standard 的一個時候 阿斌 你好像 因為阿斌的時代 都可能是 做到一些事情 不是滿足到阿亨利 這些要求 阿亨利就屌實他們 有些事情 我可能是 言語之間 有時的事情 我都很笨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都很笨 有些事情都很笨 我作為國際權威的人類學家 我會看眉頭眼 但後來我會找到阿亨利 沒有必要 找阿亨利來 因為始終我現在 在錢欁那方面 未必能付到阿亨利的費用 而亨利也有其他 自己的粉絲 可以追隨 可以去Patreon 他自己的Facebook 去支援他 所以我自己覺得 亨利已經可以自己去走 走到自己的渠道的時候 我覺得 當然沒有必要 可以合作 不在一起 他自己可以去走 並不是我不想 並不是什麼問題 而是大家 以個世 整體的生態 網台界 亨利已經可以自己走 的時候 更加沒有必要 把他送進來 但是你說 有些什麼事情 會找他去合作 還是怎樣 所以今時今日 他仍然在香港 我亦都 無謂接濕他 或者 有些什麼 連累到他 也不是一件好的事 唯有找回一些 海外的朋友 一起去合作 所以希望 我沒有對他 有任何的 看法 不是負責的 我一直都很好的 亦都是跟他 我非常想認識他 我覺得他 在網台界裡面 其中一員 很有力量 很有實力 他的節目很高質 很值得聽 的一位 網台節目主持人 很可惜 世界的改變 社會的變化 令到我沒有辦法 可以跟他在一起 再繼續去做事 唯有 希望他多些支持者 去捧他牆 訂閱他的Patreon 看他的文章 或者看他的影片 或者他來不中 好像他都會上 運水 即他們的節目 大家 白兵 支持一下他 我想他會吸收到 立一系列 比他年輕一點的 一些網友 或者對社會狀況 有意見的一些 年輕的網友 會追隨他 希望亨利 繼續做好 另外一個 我也很讚賞的 老友記 當然是沈大哥 那我當時 在迷惘的時候 就知道沈西成先生 就幫蕭若元的男人做節目 那時候他做的節目 就叫做大時代歌 那他講很多 以前香港的一些舊東西 歷史 人物 娛樂圈 歌壇 文壇 很多的東西 基本上沈大哥 做過媒體 又做過一個出色金像獎的編劇 又認識很多一些娛樂圈的人 又喜歡風花雪月 說真的 跳舞多過你 有很多一些歡場上面的故事 又留學過去日本 又懂日文 日本人又打交道 有很豐富很豐富的這些資料 所以他做大時代歌的時候 突然間 我收到一個消息 沒想到 Motor Lola 那老蕭突然間接鋼了一個節目 最厲害的就是老蕭的狠樣 就是 沈大哥 不論是我老我 或者是一個Lowbody 又或者是一個 昂糕的網台主持人 或者那些于飛 趙博 這些狠屌 就是夫之則來輝之則 人家有名有姓的 在文壇也好 或者娛樂圈 有一個席位 他那個混蛋 就是 沒有跟沈大哥去單聲 求隱旗找一個人 通知沈大哥 做完這一集不用做了 這樣 那 見都不見人 哇 我覺得你是不是 對一些朋友 就是 用這種方法 去打發別人走呢 我覺得是很過分的一件事 那 我就接收到這個消息 那 我當然就是 找林康正去穿針引線 聯絡沈大哥 上來藍皮書 做一下節目 找到藍皮書 上來做一下節目 因為他已經沒有謎 在裡面做節目 我當然是見到沈大哥上來 我當然是用盡我的 三寸不難之舌 用盡我的charme 當然也要跟沈大哥去聊聊天 那樣 他就叫沈大哥開心 今天就邀請他來 我們做這個 西城說事 這個節目 一直做了兩季 當然也有很多回憶 在裡面 沈大哥 西城說事 這個節目 同時之間 他也在D100裡面 是有一個叫做西城港股 還是不知道什麼 的節目 那 我就覺得沈大哥 有一點點 有一點看法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對D100的節目 他們 他就多說很多以前的事情 在我們裏 就有一點 就是寫專欄文章 發表去看東西的一種看法 譬如他一節就要講 那麽 有時候就要講一些 topic 譬如我點唱 譬如我講一下李青 那時候的故事 又或者我講一下 以前邵士片 跳舞的經歷 如此類推 他會點唱 他就會說 但有時候 他就會跟林安靜 有另外的 topic 但是 後期 就給了很多網友 就麻痴 沈大哥 就在2019年社會運動的時候 說了很多論證的事情 就被人罵到他飛起 又說他男啊 又說他不懂事啊 如此類推 但是當然我作於一個 編輯自主的 standpoint 當然我不會干預沈大哥 任何的所有的說法 那為什麽他去西城說事 出現過兩次呢 第一次暫時要停的 就是當時 因為他做D100 那鄭京漢那個 沒有吃雪松果 風濕院 不知走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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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怎樣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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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有一次就炸糕沈大哥的 就說 喂 MIHK的台人說髒話 是壞人來的 不要在他的節目做節目啦 這樣 不停就要沈大哥 離開我們的台 不可以做節目 那沈大哥呢 就被他煩惱到一個點 就突然跟我說 我真的沒辦法了 那他那邊就要說 那我如他那邊的 拘馬費又多些 那都要選擇啦 如果不是 那一會他炒了我 那我少了些收入的 那我都很理解的 就是你開到聲音 或者你跟我解釋 有這樣的事 那我當然就浪於去配合他啦 那就是 所以 不需要整個說事 去到一個的時間 就停了 那後來就是 這一個的 鄭京漢那個傻子 就要回加拿大 那也都不在 香港的數碼港那邊 那沒有人再看著那個場 那沈大哥就覺得 這個時勢 都好像明朗了 他不會再吵冤斑咪 也都走了 那他就回到我們的台 裏面再幫他做 第二輯的西城說事 所以西城說事有兩節 開頭的時期 就是有 Baby 林康正跟他一起做 就用回以前的 大時代過客的 這個班底 那後來Baby 都走了 但回來的時候 沈大哥陪林康正 後來就陪小花一起做 這個節目 差不多到我們去到成業街 結尾的時候 沈大哥一直都陪伴我們 做這個節目 那有一個事情出現了 我就也都覺得在 整個跟他合作裡面 我都很心傷和心酸 就是見到沈大哥以前 來合作的時候 他每次上來都是他的太太 看見Wendy姐 就跟他上來 照顧到他無微不至 開門啊 幫他抹汗啊 給他喝水 照顧到他很好 那我就覺得 你這兒子 你都厲害 有女人這麼照顧你 我真的娶老婆 好像這樣照顧到你 哭哭哭 跟出跟入 呼寒問戀 在你旁邊照顧他 給人家有感覺到 給他全面子的威威 我真的 這傢伙 難道沈大哥有個人之處 是吧 嫂嫂 這麼欺負你 沈大哥很厲害 覺得他很恩愛 覺得Wendy照顧得沈大哥很好 很羨慕他 但是很可惜 突然之間 有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Wendy姐有病 然後有一段時間 就來不了 那 再見到他的時候 他就有一些 出名的人 受了很多 很借 然後就沒多久 就離開了 但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因為沈大哥其實都大 Wendy姐 一些歲數 那我想他怎麼都沒有想過 就是 那個 太太 會早過他離開這個世界 可能他會想 就是 那個未亡人應該是他 太太不是他 那變了 突然之間 老伴走了 你想想 第二個老婆 又小了你這麼多 又絕固得你這麼好 你怎麼計算 都應該我先走 就是 這樣就 剩下他 殊不知 就變成太太先 剩下他 哇 看到他 看到那個 很棒 很棒 有時看到他 在Facebook裡面 懷念前妻 那種的心態 有時看到我們 跟他講 或者 很寂寞 很一個人 孤苦伶伶 那種感覺 都 很同情 很替他難過 也很無奈 亦都感覺到 但願人長九千里 共成眷 並不是必然 要珍惜這個緣分 怎樣都想不到 Wendy 這麼健康 這麼年輕 陪他 上來 一段時間 突然之間 有病 這麼急便走 我都有去 Facebook 信他最後的一程 我只可以說 有時疾病來到的時候 或者時間差不多的時候 不到你 可以留得一分一秒 只可以說 盡量珍惜 這個緣分 和你旁邊最愛的人在一起 現在有時見 沈大哥在Facebook裡面 都要抒發一下他的情緒 那時候我都跟沈大哥說 你如果很掛著嫂子 或者很掛著太太 你很不舒服 沈大哥我就沒有東西教到你了 但我有些可以跟你分享 有些朋友 就 Music Therapy 有些人就是Drawing Painting 的Therapy 你最擅長的是寫作 把你多一點的時間 供應在寫作裡面 而第一 留一些好的東西給人 第二 也是打發了你的時間 不要胡思亂想 第三 也都可以繼續把你的才能 可以延續下去 很開心見到沈大哥 到今時今日 都陸續續還有新作 推出 也是一件好事 今時今日我就過來了 少了跟沈大哥聯絡 也沒有辦法跟他喝茶 希望他一切順利 身體健康 久不久都見到他有些詐型 身體的老人家病 各方面的事情 也都知道他感覺到一些寂寞 現在他應該 生活都還算上好的 希望他有時候陪有些小朋友 親戚的小朋友 有些孫子 看到他有些相片都很開心 希望他在人生 這個時間裡面 不要失去鬥志 繼續去寫多些的寫作 貢獻給一個廣大的讀者 仍然有很多的讀友支持他 今天先說到這裏 都說了差不多九個字 十元血淚史 搶人才 在老蕭生上 一個應該要栽培善用的人 他不懂得用 一個普通的人 一個知名的人物 一個出色的作家 一個厲害的編劇 就這樣放在旁邊 完全不尊重人說他 你不要當然我要 是不是 所以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亨利和沈西成沈大哥 在我們MIHK裡面 做他們的節目 抑制各位廣大的網友 今天就這麼多了 希望再過多個星期 再和大家在這個 舌道空虛 網台血淚史 和大家分享過去的一點點值 和我一些事情 放在心裡 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體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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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做的得益 無論是開心 或者什麼都好 是和Kateway沒有關係 所以我進來這個節目 我第一件事 跟岳余說了一件事 我說什麼條件 我們可以慢慢聊 第一件事 我只會在節目裡 說我自己喜歡說的話 如果我有一天 做不到這件事 我就不會做 到這一刻 這一刻 就是我講那些 喜歡說的話 或者想說的話 我理論得有沒有人聽 如果到有一天 沒有人聽的話 就說岳余 你這樣說 說下去真的沒有人聽 那就摺了 收皮 我就自己找其他地方去說 這是我最基本的條件 當然最好事是什麼 另外也有些人說 你最好事就是 吵架其他網台 去騙Like 吸Like 一方面 人們就說 你講的沒有人聽 一方面就說 你經常吵架別人騙Like 會不會這麼矛盾 如果我真的要多人聽 我就會開著 黃毓民蕭若元 陳雲 還有Berry Ma 還有黃毓民蕭若元 開了這些名字 掛了這些名字 掛了這些名字 每個人都過萬 我們 最少都過萬 上次我們看了三萬多 吵架 不少台和不少節目都是這樣 是的 搞了一個紀念儀式 他說有二千人 警察就說四百多 我眨眼看 實際上 我想只有兩三百人 我很唏噓 甚至連網上直播 蘋果連直播都廢鬼事直播 他不知道四點到九點 你不要浪費我的空間 我的空間很重要 他都不會隨便搞Facebook直播 結果剩下的眾新聞 Sowrack直播 就只有幾十人看 很感慨的地方就是 這件曾經有二三十萬人參加過的活動 到最後四周年 就只有幾十人去看 其實這件事很香港 當然 你橫觀點看是有點尷尬 因為老一輩的人 你本身已經有六四這個包袱了 當然你就覺得雨傘運動相比來說 可能他們又不順眼 因為後期有些人拆大台 有些人又覺得這件事沒有用 他寧願歸回去 他最重要的回憶就是六四 新一代又有魚蛋革命 他會覺得這件事就是一件失敗的 和理非體現了怎樣完全失敗的一個例子 今天第一節 我們有二十分鐘左右 就做一個回顧 我記得我和鱷魚相識 當然就是在香港人網 我昨晚也經過他 昨晚也回到人夫工業中心 聽說是就策 人夫? 喔 他最初是在天樂里 那時候我不知道你是否在看 天樂里我還沒見你 你就去到人夫才開始調低做頻道 其實早前在天樂里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 是他們其中一個節目 叫星期五無慮 每逢星期五晚上 就在上面那裡 直至到他 你說天樂里 但我們就沒有遇到過 就是去到人夫 那就真的開始有遇到過 遇到最多的是誰呢? 就是沈振瑩 沈振瑩 沈振瑩 林匡正 Baby 屯理論盡 天下大事 香港日事 昔日往事 沈大哥 我們今集主題 可能嚇到Baby 就說沒有聽 所以潛了水 對啊 是 是 爸爸的人 如果他是一個去寬場做的 不是說是寬場 那就認真 那就認真 很瘦很多男人 你覺得非常對 因為他有點像林黛 有嬌嬌女 好像我的女兒 又好像一個好的少女 很嬌善 絲絲蜓聞聞 一種在寬場 比較少見 譬如我們剛剛見過的那些帳戶反而現代很多的 很有型 很高挑 穿得很性感 但反而好像他那種 阿Baby這一種 很L的樣子 找到老闆 那些就是找到林匡正 我又見過一個女人 從台灣來的 想拍照 他說誰介紹呢 劉天骨 劉天梅 劉天啊 阿哥 他介紹 他說這個狠贏 我就跟他談價錢 他說好啊 誰知道那個時候 我們換了一個經理 那個經理進來 就要見他 之後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沈先生 沒辦法拍拉 我說為什麼呢 他就講了價錢 他說那個老總叫我去他的辦公室 他問我如果我給你拍 你怎麼報答我 這些就是香港以前的人 就有這些作風 香港他才有呢 香港的舊派的報紙人 就是有這些壞習慣 不是單一 不是個別例子 據個例 有人很出名 他有一張報紙很賣 他應酬 那些人請一些歌星來 如果歌星不來 那個娛樂辦 就不會登他的照片 會登他的消息 就是有這些事 有這些事 那個女生有些人肯 那個女生不肯 不拍拉 我就不好意思 我說這樣 剛剛河帆呢 就在拍這個三級片 我就打電話給河帆 將他介紹給河帆 河帆又給他一個機會 這個女生 後來改了我的名字 就叫做艷星 叫做李月仙 李月仙 就是我介紹給河帆 我還給他拍了幾部戲呢 然後移錦環台 不是環鄉 還台灣 那就不見了